学生已经放寒假了 有正当的休闲娱乐是相当的重要 五节乡高尔夫球委员会 特别的办理了寒假高尔夫球训练营 总共有乡内八所国中小 总共二十多位的学生来报名参加 让高尔夫球的运动不断的向上发展 五节乡高尔夫球委员会 为了让乡内青少年在寒假期间 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并且发掘乡内优秀青少年高尔夫球人才 特别在罗东高尔夫球练习场 办了一百零五年寒假高尔夫球的训练营 我们不要去寒假的时间 去打电动、冲车 我们来正当的五楼就是来訓練 打高尔夫的不断的身体也好 还有一些技术 阻拦的炉酸修 蒸雅尼医療 高尔夫的风气 就比较好 所以带动我们全台湾 台湾高尔夫的这个运动 所以有很多的静电 高尔夫球运动 五阶梁 高尔夫球运动的这个 中青少年 是意用表现都不错 我们希望说在中小学开始 我们就来把 努扎发掘人才这样 所以我们也配合这个 管这个高尔夫团委员会 这个 副主委的这个 驾望 我们这个 国家的高尔夫单向委员会 第2年前我们就开始来 办这个 寒暑假的这个 青少年评训 所以我们这次呢 在五间国秀到三间国中 将来的这个国中国秀 我们都有发问 各国中小都 响应非常的 这次总共有来自乡内 八所国中小共 20多位的学生报名参训 透过专业教练的教学 来建立正确的 高尔夫球运动观念及技巧 也期望106年的区运 宜兰县能够在 高尔夫球的比赛项目当中 能够夺下好成绩 这个高尔夫球 向下杂根 看能够 将这些小朋友 一天一天带他们 尤其 我们这个 106年 每年的七月 七八月中间 我们办 要主办这个 全国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 每年由我们 二连关来接班 这班呢 因为我们高尔夫球 我接这三年以来 有很厉害 你畜生这些小朋友 看能够 106年 全国运动会 会将冠军的 老大 我们的管理 成交易已经有的 松小学的学生 我们有这些 较专业的高年 人家制度 希望 一后的青少年的高尔夫球运动 或两年后的区运 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二连关的 高尔夫球的核心 这些核心 在赞亚尼等优秀高尔夫球选手 在世界体坛有杰出的表现之后 带动了一股风潮 使高尔夫球运动近年来 逐渐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与投入 一旦新闻记者 市民采访报导